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艺术家蔡正一以线条结构,色块堆叠出虚实层次空间,创作风格独特,即日气至7月1日,在台中市葫芦敦文化中心展出其抽象表现主义系列画作近50幅,创新视觉符号表达现实世界形象的画风,引导观者置身诗梦融合的感性殿堂。 65岁的蔡正一,出生成长在台中市清水区皮仔口的举人文奎世家,以学院专业养成的兼实绘画底蕴,创作风格从视像走向内在的心象主义,即由分割色面形构抽象超现实造型,和主观色彩演绎出一种自省和内敛的思维。 蔡正一的油画创作,以粗细线条贯穿画面,简化的造型在视觉上产生新的诠释,产生节奏性律动感。 其中,山路是其吕欧写生作品,色彩线条相辅相成。 蔡正一片爱黄橙色调的温鲜暖意,作品叙事带发画面中尖角与指标动式的线面,铺陈出萌发精进的意图,橙色依旧则水平与垂直建构出色相饱满的光明意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